那么你这个时候不提名陈唐山 是不是有代表什么样背后的政治的判断 跟政治的一个价值的体系 我想这个也是党主席应当而去说明的 所以有的人说 是不是透过这样子要跟陈前总统有一个区隔 党跟陈前总统有一些区隔 因为陈唐山现在都是在扁半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党主席需要说明 他必须要说明清楚 透过有效的管道去说明 是他的年龄吗 是要进行世代交替吗 或者说你要跟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的路线有所区隔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越来越来 都会面临到内部的这些的压力 不过从一个创党 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的党员 我知道民进党文化是 在党还没有做决定之前 或是决定的 决定之后的很小的时间里头 是会有不同的杂音出现的 但是往后党会逐步的走向一个团结 这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你看到许新良前主席 他也离开了民进党 后来他现在也再回到民进党 那斯明德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 离开民进党的人 多数基本上他不是一个分裂 但是这一次一个最危险的状况是 中职委有十四位 没有参加礼拜三的中职会 那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那不是一个人 有人说那是贬系加上游系 好 那如果党内有两个大的派系 对这个提名是质疑的话 那么李俊逸很多人他会说 他是谢系的低系 香亭的低系 好 那有人说 那蔡英文支持 那新潮流支持 谢系支持 这样就够了吗 我觉得一定是不够的 任何一个一对一的县市长的选举 必须是举全党之力 才能够胜选 所以我觉得现在未来 就是团结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谢谢 这个安党跟我们说 两个重要的分析 第一个分析就是说 这个创主席他就要算明 说清楚 说明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 第二个其实我也感觉到 从刚刚洪董事长所提到 我其实感觉到 蔡主席也相当有勇气 来做这样 而且他其实也有一些智慧 我们看到今天的报上有提到 蔡拉拢苏患治 大联军抗扁军 他蔡主席不但拉拢了苏患治现场 他也其实也结合了叶仪金 所以一起来 包括李俊逸 一起来做这一次的决策 所以我们经过 这个先看一段广告 我们就稍后再回来 继续来讨论 这一次县市场选举 我们怎么样来看见 2012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欢迎我们的读者 一起加入讨论 再回到200行报现场 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是不是在今年的年底的现场选 就会展现呢 台南县长的提名 以及台北县长的提名 会不会成为国民党跟民党之间 那么这一次的角力赛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观察的关键呢 刚刚我们在节目中 我们的现场的来宾 我们的贵宾 这个宏奇昌 董事长已经跟我们分析了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台南县长的提名 李俊逸立法委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因为我们的蔡英文主席 有相当程度的展现 他的一个魄力 跟他的决定 选战策略的决定 而且他有必要 向他的党员来说明 跟尽量促成团结 大家一致来支持李俊逸 那这点我要请教一下 曲照翔教授 就是从这件事情 我们从旁观者来看 是不是可以看见一个党主席 有一个女性的党主席 这样说好了 展现他相当的guts跟勇气 在这么一个困难的局面之下 他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想蔡英文蔡主席 展现他的guts 可能台南县还不是第一次 他真正的展现他的guts 是在民进党去年选举选败了以后 那么他愿意出来选党主席 其实这个guts就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一个心白之鱼的民进党 这个主席是非常难做的 特别就在这个节骨眼 接着就爆发陈水扁的案子 那么使得他必须面对一个 人家说头盖毛来收 不然是头盖毛来收 是贵心骨都在收 是啊 在这种状况之下 然后他这一次台南县的这个 接着就面临 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战 那么台南县的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选区 那么面对这样的状况之后 他敢毅然决然地提了李敬毅 虽然他明明知道 提了李敬毅以后 这里面的眉眉嘎嘎 非常的困难 山头也非常困难 所以说纯粹就Guts来讲 的的确确是够的 但是作为一个党主席 我必须要讲的是 作为一个党主席 不是只有Guts就够了 他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跟技巧 那我们必须要讲 这一点我们要继续观察 不过我先回到 刚刚讲的勇气 国民党你也观察这么久 你有没有在国民党里面 看到任何一个有Guts的 不管是党主席也好 或者是高层 你自己看 这么多年我想 蓝营你也是观察得很透彻 我不敢透彻 我不是不敢说了 但是国民党 应该这样讲 国民党的文化 跟民进党的文化 党内文化就不太一样 国民党的文化 是非常讲究那个身段 他非常讲究那个伦理 这种脱下汉山来 就轮起胳膊来 就下场去干的 这种事情在国民党里面 他不符合他那个文化 他穿西装的 他不是穿少鞋的 他比较讲究那个身段 所以当然一样了 2000年总统选 就是国民党新书的那个状况 那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交出 在台湾第一次交出政权 在那种状况之下 那么他们能够某种程度上 处理了李登辉的问题 然后重新整理团队 然后在2004年 其实就给了民进党非常大的威胁 然后2008年就转回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就是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韧性 只是国民党他表现出来的文化跟民进党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好谢谢 那我再来请问一下这个洪董事长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选举是需要钱的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我们知道过去之所以阿扁 在整个这个选举的这个策略上也好 过去这八年来 其实相当程度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金主 他不管是对苏贞昌也好 对谢长廷 他是相当程度的在背后他募款的能力 以及他集资的能力很强 那我们有点点担心 就是蔡主席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金钱 跟这个募款的能力 在支持这个这一次县市长提名上面 民进党的在在在钱的方面 你觉得会不会担心 我想今天县市长的选举 民进党的募款一定会非常的困难 事实上我们用膝盖想就知道 多数的人就我们可以想到几个理由 一个就是说民进党现在中央不是你执政 第二就过去你在执政的时候 有一定的执政的包袱 同时你执政的绩效 好像也不太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跟支持 所以支持你的力量跟热忱 是相对的减少 所以资源也会减少 因为还有人说 OK你过去成为前总统 你发生了这些的弊案 事实上现在会不会影响到人 对于民进党的这种的捐献 我想这些是多可能的 所以我想在今年的募款上 事实上相当的困难 不过民进党多年来了 事实上是候选人本身 跟他的团队要负起最大的募款的责任 因为多数人捐款者的人 他是要捐给候选人 官罗候选人真有人情 官罗董没人情 而且要就是说当选了之后 候选人会知道说 这谁帮过了他 我想这选举这是一种常态 不过今年我觉得 募款会相对困难 不管民进党 我觉得国民党也会募款会困难 因为整体的景气的萧条 景气的萧条某个程度会 我也觉得让选举能够 能够扩荡下来也不错了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1990年代 就开始一路是这样的民粹式的选举 那多数的成熟的民主国家 他的投票率 我想曲教授的点文就知道 多数民主国家投票率大概四成 四成多就很高了 那我们的投票率都要 五到七成八成了 这事实上我觉得事实上 拼得太凶了 对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选举让他逐步的走向一个理性 走向一个论述 然后候选人长期来他的问证 他的风格跟他的人品 我觉得这些东西陆续的 都会呈现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刚刚我们的洪总市长 讲到这个民党也好 就是国民党也一样 就是说今年募款格外困难 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因素 不想要曲教授同不同意 就这一次扁案里面扯出了一大堆 财团金主的名单 大家吓得快吓死了 如果再捐钱 那又被曝光 实在是很尴尬 包括不管台积电也好 不管这些大的财团也好 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顾忌 觉得捐了钱 到时候被曝光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增加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选举的中间 过去民进党 其实阿扁是扮演相当程度的 一个给钱的角度